台上舞者的动感舞步 为台湾观光推广会炒热气氛 舞者的厨师造型更加凸显 台湾是美食天堂的特色 最近有多家台湾旅行社 食品业和航空业等业者主代表团 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办观光推广会 B2B对印尼旅游业者介绍 宝岛旅游行程 台湾观光推广会炒热气氛 清真饮食 目前台湾已经有300家餐厅旅馆 推动穆斯利饮食 驻印尼代表陈中出席推广会 他表示截至去年底 印尼赴台访客人次已达疫情前的三成 业者指出对印尼民众而言 国际旅游最热门的三个景点 分别是欧洲 日本和台湾 留台团费相对低廉 签证方便加上有美食特色 因此很有优势 从100人到300人或是甚至500人都有 那就有兴趣可以做这种比较高端的旅游 除了一般的旅游以外 到台湾来做运动的 就是形态的一个旅游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运动赛事 推广会上也有印尼业者对自由行 迷你包团和高铁行程很有兴趣 台湾观光局期待旅游产业 能恢复到疫情前的荣景 除了重新接受优质观光团 申请观宏专案 也会简化印尼旅客到台湾 办理签证的手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